中美元首在28号晚间已经进行了通话了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美国总统拜登 两个多小时对话之后 根据了新华社的通稿显示 台海关系成为议题焦点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 李庆四他指出 此次讨论台海的比重 应该是拜登上任之后前所未见的 通常元首对话讨论 都是在讲一些大战略还有大方向 但是呢这回交谈 罕见锁定具体的台海安全事务 不过也凸显出 美国就如同先前香港牌一样 已经把这个台湾牌 打到快要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好另外呢 其实现在大家也在关注的 就是美国的众议院议长 裴洛西访问计划来台要访问 好路透社的记者特定专访了 两岸的民众针对此事的看法 我们带你一块来听听看 就我自己的立场嘛 就中国大陆跟台湾就是 一直以来其实 应该都算是我们内政问题 对啊 我是觉得外国势力应该不要来借 会比较好 就是两岸的事情两岸自己处理 对这就是我 以前到现在的想法都是这样子 人就是这样的啊 我们不换他 他不要换我们 他要换我们 我们会怕他吗 很简单就是这样嘛 好像我们做生意啊 能不能来对我们怎样 我们会怕他 怕谁怎样 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因为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美国一直是台湾回来中国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吧 所以说因为美国一直希望用台湾作为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利益的平衡点 它作为亚太战略的一个利益平衡点 所以如果需要台湾回国 我觉得在中美需要在这上面进行一些协商 或者说采取一种更加 不管是和平的方式 或者什么样的方式 我觉得需要一些沟通吧 你就说怎么看这个事情的话 其实他们就是一个在一个噱头嘛 对吧 那来的话我们国家就会说是 我们就会去抵制啊 怎样怎样 对吧 但实际上他会不会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未知数 好 其实这回拜登跟习近平两个人通话 现在根据中国官媒的报导指出 习近平的重点阐述 中方在台湾问题的原则还有立场 强调的是民意不可为玩火必自焚 好 至于美方呢 则是要应该要严刑 一致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对于这个部分 我们来听一下前立委郭正亮的分析 他提到的是 其实双方谈了两个多小时 谈话是完全没有达成任何共识的 而新华社的通稿 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 还有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坦率沟通 还有交流 这背后的含义又是如何呢 带您一块了解 双方进行了直率而坦白的对话 对 这种用语在外交的意思就是说 非常激烈的表达不同意见的对话 直接而坦率 直接而坦率的意思是这样 在外交界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很诚实 然后彼此之间很坦率 我跟您讲好吗 外交界直接而坦率就是我们意见根本不一样 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都讲出自己的真心的看法 那也是真诚坦率 因为如果有共识他就会选建设性的对话 那事实上并没有这句话 所以事实上那个两 我跟你讲那个3月18号那次对话 讲了四个小时 所以那次也是 那次有交集啊 可是后来中方发现美国都没有履行啊 因为那次中方就是 也是在讲中美关系的定位嘛 尤其是有关台湾问题嘛 他不是提出一个四不一无一 然后他后来就认为美国都没有履行嘛 那美国你要知道上次是3月18号嘛 3月18号距离恶物战争刚发生没多久嘛 所以美国要中国承诺不能够军援俄罗斯嘛 那中国有没有做到 中国做到了啊 中国没有军援俄罗斯啊 所以中方事实上是很火大 就说我们3月18号见了面 那谈了四个多小时 那我有履行我的承诺 你没有履行你的承诺 因为什么叫四不一无一 就不要搞新冷战嘛 那结果3月18号之后 美国搞了多少事情 四方会团AUKUS 然后还要澳大利亚要买核动力潜艇 然后还要把北约弄到亚洲 这个哪里是不打新冷战 还有说不要围堵我对不对 事不一无一有一个是不要围堵中国啊 结果他现在刚通过晶片法 还要搞chip ball 对不对 还要搞晶片联盟 要围堵你中国的晶片 这个事情就刚好发生在 美国刚通过晶片法的时候 而且刚好要组晶片联盟的时候 所以美国摆明在打新冷战 在搞晶片围堵 所以你的承诺都没有做到嘛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一场一开始的氛围就是非常不好 就中方就觉得跟你谈也没什么用啊 那你答应了也不会做 那有什么好谈的呢 结果又碰到了普洛西的世界 中方的第一个认识就是说 你这个时候搞这个是不是又要制造筹码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谈就是完全没有共识 好今年的极端气候就连加州的不夜城最大堵城 拉斯维加斯都在29号因为雷电交加 华丽的堵场内雨水竟然如同瀑布一般从天花板上倾泻而下 不仅室外狂风暴雨室内也同样出现了小型瀑布 好透过这个画面你可以看到就直接流入了堵场当中 甚至把屋顶冲破一个洞开了天窗 大批的民众围观惊叹 好堵城的室内机器全部有因为浸泡雨水而遭到了破坏 但是呢庆幸的是警方表示并没有人因而受伤 强化美国半导体产业竞争力 继美国联邦参议院27号投票通过规模达到 2760亿美元的补贴美国半导体产业的晶片法案之后 美国联邦众议院在28号 同样也是以243票对上187票通过这项法案 拜登最快会在下周初签署生效 依据该法案的规定 领取美国半导体补贴的业者 不得在中国大陆进行投资 这项措施呢将影响有意愿赴美设厂的台积电 还有环球金等台厂半导体产业 还要来关系的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在今天表示 在联合国还有土耳其促成乌国 以及俄罗斯达成协议之后 泽伦斯基视察在南部有一座港口 监督古物装上一艘土耳其船破 以待出口 还要来看到这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和他的妇人欧伦娜接受了时尚杂志的采访 结果拍摄这一系列的照片 好现在已经引发蛮多民众的不满 痛批为什么会选择在战争期间来做这件事情呢 这种行为简直非常的荒谬 至于德国的内政部长费泽尔近日则是访问了乌克兰 在网路上头还流出了一张官员们和基辅市长 在阳台喝香槟笑开怀的照片 同样也让网友留言讽刺 笑这么开心是打胜仗了吗 眼神坚毅仅仅仅仅相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和夫人欧伦娜 近日携手接受美国版Vogue杂志采访 而欧伦娜更是独自登上封面 标题大大写着欧伦娜是勇敢的肖像 除此之外他们近日也接受了英国节目专访 大谈以往去世 两人打扮得体有说有笑 泽伦斯基更是笑得满脸通红 但如此轻松逗趣的画面 引来各国网友留言痛批荒谬 表示人民身处战争之中 你们却有时间受访大聊婚姻 也有记者发文斥责泽伦斯基骗到西方原著 就露出本性跑去拍时尚杂志了 手拿香槟在阳台上聊天看风景 如果不说你一定不会相信 照片拍摄的地点竟然是深陷战争的乌克兰 德国内政部长费泽尔和劳工社会 事务部长近日访问基辅 与德国驻乌大使和基辅市长会面 私人心情看起来非常愉快 对比战争残源断壁 看起来非常讽刺 各国网友也批评表示笑这么开心 是乌克兰打胜仗了吗 还有德国网友要德国社民党 改名德国香槟党批评毫不手软 而俄罗斯对欧洲的报复还没结束 德国天然气生命线北溪1号 27号开始工气缩减到只剩20% 对此欧盟召开紧急会议 要求成员国减少15%的天然气用量 引发许多国家不满 最后只好改为没有强制性的自愿节能 为了摆脱俄罗斯能源噩梦 德国政府近期也通过一项 1775亿欧元的专案 加速推动能源转型 试图在能源方面独立自主 让最基本的民生需求 不再受外力影响 记者蔡新成报道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